这里是湖北省武汉市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叫户布巷 每一天这里人来人往 人们会发现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迫不得已的乞讨为生 他们或者因为生活所迫 或者因为家庭的原因 每天要在垃圾桶里面 捡着别人扔掉的食物 这样来度过一天一天 在匆匆的行人们的眼中 像这样的老人再平凡不过了 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 但是人们可曾想过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家人 也有自己的儿女 也有自己的子孙 而这些家人 儿女子孙 又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不管自己的老人呢 为什么不去找一找自己的长辈 自己的父母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的家人和子女 儿孙 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老人 正在过着这种凄惨的日子 而在每一天 像这样的老人 他们又能够要到几个钱呢 在2010年的6月 武汉 我们发现了这位老人 他告诉给我们许多情况 他说 在这个繁华的街头的这个角落 就是他每一天晚上睡觉的地方 可以说 这里就是他的家 又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候 老人很累了 他就这样坐在这里 不知道是否想过 人都有一生 为什么会命运如此的不同 老人家呀 老人家呀 您每天都要这样走 这样走下去 要走到哪里呢 白发苍苍的老人们 可曾想过 人的命运 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呢 不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子是老人家全部的家产 我们平时扔掉的像这些可乐罐 这个都是老人家用来喝水的 他吃的东西就是从垃圾桶里面捡到的 还有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讨钱讨饭的铁碗 这些东西陪伴老人家已经几年了 我们看到老人家穿的衣服非常的单薄 在马路上他就睡在青石板上 冬天下边就是铺张报纸就这么过来 我们是在今年的六月份 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传统文化论坛的时候 在马路边我们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第一个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跟观众也讲一下 你老人家是哪里人 我是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区 湖北省住进一个讨饭的老汉 这个老人家呢 他今年呢 好 这个老人家呀 我们当时问了他很多问题 现在呢我们呢也再问一下 那么请问你老人家 在年轻的时候在哪个单位上班呢 我年轻的时候在武汉中心机器床厂 这是苏联帮助中国的151号 终点工程之一 我在这里干技术工人 技术工人 技术工人 进口的 法国的英国的 学士的 德国的 苏联的 包括我们共和国的车厂细胞 就是共技术小技的单位 就是主要是 做这个车床方面的这些技术工作 是唐工 那么是在 当年呢是在武汉重型机床厂 来做事 做工 那么您当年这个技术啊 是在哪里学到的呢 就毛泽东到苏联去学校半年 就回来了 在苏联学了半年啊 当年那是50年代 那么我们再来问一下 这个 当初啊 您学了这么好的这个技术啊 后来参加了哪些重点工程啊 我重点工程做得很 这简单的说两个例子 大家听一下 就是 中南地区大家都知道的 国州坝工程 这个 接走的零件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厂里制造的 这个国州 国州 啊 就是 隔州坝的一些啊 第一个 如果 你们到武汉市去 穿关游览 或者看到一个黄鹤楼的景致 就是我带八个知识分子做出来的 这个 这个群统 群统织的 就是说 就是说呀 老人家讲 大家去那个湖北武汉 会看到黄鹤楼 黄鹤楼上面有个铜顶 这个铜顶啊 是当年老人家 带着八个知识分子 啊 一块啊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啊 给它做出来的 啊 这个是青铜织的 青铜 呃 像个虎萝一样的 这个虎萝一样 都是非常难得讲 就是我们想出一个 呃 专用卡织的办法 用移情 移情的方法 把它揍起来 这个躺 这个孔啊 非常非常严 不大不小 不轻不重 不前不后 不左不右 刚好放上去 跟着地球的吸引力 或者无理的近力 常常是 谁在做其他的 国内的环境 是打不掉的 这个帽子 就是您老在年轻的时候啊 参加了很多国家的重点的工程 啊 那么大家就要下边很 很关心一个问题啊 啊 您老年轻的时候 有地位啊 手里边有技术啊 也有收入啊 而且呢 还是派到国外去学习的啊 这样的重点的技术工人啊 那么 当初您走在街上 一定也见到过呀 乞讨的老人 您是不是做梦也没想到过 自己的晚年会走到这一步啊 我是跟大家讲一讲 那我说实话 那我没考虑到哈 这个有这个结果呢 因为为什么要这个 走到街上去讨饭呢 因为的话 因为大家都看到 我三个字都不能解决 一个提的问题 一个摔的问题 一个穿的问题 不能解决 就是三个问题 就是吃穿住 都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所以才上街去要饭 要饭 要饭的蒙点 就是要一张的火车票的钱 上伯儿进去 找我的老同志 解决我这个三个字的问题 我要的当中 我是不找人家要 我当这个碗 你搁着搁 不搁我也不找着要 对 这个老人家讲啊 他到街上去乞讨 不是去给人家这样要 他是在那个地方坐着 那你愿意给他就给他 不愿意给他 他绝对不向你要 为什么呢 他讲做人要有尊严 我很可怜了 但是呢 我不去讨人钱 那么他要钱做什么呢 这个老人家讲 他要攒钱买一张火车票 从武汉到北京 去找他的老朋友 老同事 这个老朋友老同事 是他当年呢 在武汉的时候啊 同样也是做技术工人的 现在呢 他的这个老朋友啊 今年呢 83岁了 做什么呢 在北京做领导人 中央领导 所以说很感慨 你看同样是一个厂子的 搞技术工程的技术工人 一个人呢 80多岁了 做中央领导 一个人呢 到街上啊 去讨饭啊 乞丐啊 人生的命运 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所以我们下边呢 就来采访老人家 很重要的问题 您家里面呢 有没有孩子 几个孩子 我家里面 做实在的 有两个孩子 大姑娘是文化大革命 去世的 他刚开始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文革的时候出生的 出生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好 还是个党员 还是个小干部 后来根据陈老师讲话的话 由两边到四边 走向了走过走路 需要不少钱 现在不知道爬到哪里去了 这是大姑娘的情况 大姑娘啊 今年得有四五十岁了 文革的时候出生的 四十多岁应该是 那么还是个党员 还是个干部 后来怎么样呢 赌博 赌钱呢 就我们讲那个玩麻将啊 赌钱呢 大概输了得几十万 最后怎么样呢 把自己的爸爸赶出家门 自己呢 跑了 这么一个情况 抛弃自己的父亲 那么您还有一个孩子是吧 还有一个 七十年 七十年 是个小子 照说的话呢 是很好的 儿子是吧 是个儿子 都说可能很好的 有大家都有句老话 一字花 做一做理 现在看来 他也没有真实职业 有所好钱 中介他也拿不起 其他也不想拿 到去打游戏 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人没有工作 找不着他 这个儿子呀 是什么呢 游手好闲 没有工作 重的呢 不愿意干 轻的呀 懒得干 成天呢 是一个 顽固子弟 花花公子 这样的情况下 也是 把自己的父亲 抛弃了 赶上了这个马路 那我们再来问呢 你老人家老伴呢 您的太太呢 老伴 他根本上所以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 连他的名字都写不上 名字都写不上 没有文化 不懂教育 连名字都不会写 不懂得什么是教育 不懂得教育 我都不懂 说实在的 我听说 这个刚才讲的 楼月三号至四号 这是我翻天覆地的这个 转变 也是我命运的转变 得会 陈老师 把我带到 这个学习 学习班上来了 学习中文 传统文化 指挥 使我身生 指挥到 我自己的 儿子生命开始 我问一下 老人家 您当年是怎么 教育自己的 这个规律 和儿子的呀 因为 我 没有没有受到 抽点教育 有没有受到 中点教育 有没有受到 高级教育 根本不懂教育 我采取野蛮的 不懂理 不讲道理的 臭暴的 光级自由的 得到我的两个孩子 所以我落到这种下场 您当初教育自己的孩子 是棍棒打他们是吧 也不给他们讲道理吗 没有给他们讲道理 现在看起来 我自己 我自己 有总结两句话 第一句 养女不教 是娘错 养女不教 是爷错 我自己回想 对不起我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那么 那么当初啊 您棍棒打自己的子女 也不给他们讲道理 然后怎么样 我听您刚才讲 还讲放任自流 是吧 不管 放任自流 随他怎么办 随他 随他去 不管他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他是女孩子 因为我们要把他好好的教育好 不教育好 要去拦制 去问你 去毛病 在家庭 在国家 在社会 是一个败子 我们听到这个老人家讲了 他当年呢 不懂得这个教育 现在明白了 完了 刚才讲了 民间老化 养儿不教 是爹错 养女不教 是娘错 这一对夫妇啊 还是我们一开始 上来问大家 那个问题 你会做爸爸 会做妈妈吗 不会的 你看我们技术工人很好啊 他技术高超啊 但是人这个方面呢 可就是有欠缺 不懂得做人 那个灾难就开始了啊 所以这个孩子 最后怎么样呢 我们刚才听到了 抛弃啊 自己的父亲呢 80岁了 我们了解到啊 这个老人家 后来换了一个工作 到了啊 这个地方呢 环卫局 在最后呢 退休了 退休的工资 包括他的啊 这些养老金 包括社会低保 啊 这些钱 怎么样呢 家里边人 稀里糊涂啊 糊里糊涂 这个子女啊 就把他侵吞掉了 然后怎么样 不管自己的爸爸 把他赶上街头 抛弃了 下边 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 在街上 如果说您的女儿 您的儿子啊 这是好多年了 今天又碰到您了 他们会怎么样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现在一无传 二无前 三老的 也可能 老到时候 也可能 把我弄过去 也可能 不理我 现在还说不清楚 听到这个老人家讲了 今天他的儿子女儿 在马路上 看到自己的老爸爸 在要饭呢 哎 当了乞丐了 会怎么样呢 第一个 第一个 老人家讲 我一无权 二无前 三老了 他们怎么样呢 很可能啊 会绕道而过 或者呢 不理我呀 哎 能不能带回去 不知道啊 你看 啊 所以我们做这个采访 当初啊 今年的六月三号 就是老人家讲的 那一天 我们在马路上 遇到老人家 这一见到啊 老人家讲了 他的第二次生命 开始了 为什么呢 他说他遇到了 学传统文化的了 啊 我见 我们见到老人家就讲 你的孩子抛弃你 我们养着你 你跟我们走吧 我们就把老人家带来了 那 这个 我们在现场啊 我们在现场让老人家收拾东西 老人家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冬天的时候 熟久寒天的 老人家怎么过呀 铺两张报纸是吧 我跟他就讲一讲 也像刚才那个 这个发报都有看到 我冬的没有办法 这个银行门口 十五天钟以后 我就在这 铺道 然后搞报纸 搞这东西 搞报纸盖的 就到这铺道 长生 实在是没有穿的 没有办法的 也没有穿的 也没有被子 用力没有挤的 没有挤的 实在动的没有办法 我就喊天不应 喊地不应 就冻死了 这个在街上 老人家刚才讲了 喊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都快把他给冻死了 这几年怎么过来的 这遇到我们了 不是跟我们走吧 周围有围观的呀 那个围观的人就讲 你们不知道啊 这些人是城市的垃圾 他们是城市的耻辱啊 给我们丢脸呢 我就看着这些人 我就讲 我说你们良心坏了 你们讲的 这不是人话呀 这老人家多可怜呢 那么多乞讨的老人 多可怜呢 晚年多不幸啊 被子女抛弃了 他们应该得到 我们的关系和爱护 你怎么能骂他呢 你怎么能侮辱他呢 老人有什么可耻的呢 我就跟这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就跟这些人讲 告诉你们 你们的价值观错了 我懂得做人了 老人有什么可耻 抛弃老人 抛弃父母的人 才可耻啊 这是对的呀 这些人听了之后啊 说 是这样 我们就把老人家 请到了武汉的论坛的现场 这个现场很多人很激动啊 当场就要把老人家领走 领到家里去啊 我们来养着呀 还有捐款的呀 现场就有武汉市安养院 领导在 一看 就把老人家啊 给领走了 然后做好了登记 现在老人家啊 已经是武汉市啊 这个安养院当中的一个老人 老人从现在开始起 他的后半生 他的晚年 没问题了 哎 我们各位观众啊 我们各位观众可以放心了 这个老人晚年绝对没问题 还有现场的观众啊 捐钱啊 捐一千 捐两千的 我说这个钱呢 老人家也不需要 另外呢 你给他钱 只能帮一个人呢 那他说拿这个钱做什么呢 我说你看 现在最缺 最需要的 最缺乏的是教育啊 人性的教育没有了 用什么呢 用光盘 我们这论坛的光盘 你拿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你做光盘 然后怎么样 大量的流通 在中学 在小学 在大学 让这些年轻人 企业家 让他们看一看 看这种教育 他就明白了 啊 明白什么呢 哎 明白 你要是抛弃自己的父母啊 你有罪啊 哎 他良心发现了 他不敢做这种事情了 将来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啊 街头的流浪老人 要饭的老人 会越来越少啊 我说你这一千块钱 你看你救了多少老人呢 用这种方法 很好啊 我们今天在台上 我们今天在台上 所做的这个采访 上一次是在佛山 有的夫妇两个人 也是啊 礼拜一就要离婚了 登记好手续了 看了这个采访 来找到孙会长 广东人口文化促进会的孙会长 说我们两口子不离婚了 绝对不离婚了 为什么呢 问他为什么呀 他说我们离婚了 啊 这个孩子也受影响 这个孩子就学坏了 将来 这个孩子无论跟着妈妈 还是跟着爸爸 有一天他不是人了 他把我们抛弃了 我们就跟楼 就跟这个台上的 这个老人家一样 我们俩有可能上街去要饭 对了 他想明白 那是真的呀 我们今天做这个采访 各位观众看到了 我们所有做子女的 你不孝养自己的父母 将来你的爸爸妈妈 有可能就沦落到这一步 上街要饭 那是真的呀 反过来 我们今天做长辈的 做父母的 你不会做长辈 不会做父母 你不懂得教育 你有在座的钱 你有技术 你是留学回来的 你能保证 你到晚年 七十岁 八十岁 六十岁 不被子女抛弃到街头 去要饭吗 谁能保证呢 这个老人家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这是真的 你不懂得教育 你的命运呢 就有可能 非常的悲惨 采访的最后 我们请老人家 给观众们 尤其是天下 做父母的 您老人家 给大家呀 说几句忠告 今天 感恩在座的父老乡亲 感恩 我们当地的政府 感恩我们的老师 给我一个机会 在这上面 向大家回报 我的这一种想法 做法 这是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 我对 我的下一代 说是才非常之惭愧 现在学习以后 非常之惭愧 他成了家庭的败子 社会的败子 我家的败子 我有责任 千万不要像我熟悉 如果像我这样 有没有好的下场 请国外父老乡亲 不要像我熟悉 应该把自己的 各位在此生 教也好 这样才能对国家 有贡献 对家里有贡献 对国人们有贡献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想法 第一个 我今天要呼吁 就是第二个老人家讲 老人家要呼吁 呼吁 这个世界 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外根界底 还是你们的 你能把这种热情 用到 说是中国 谈懂文化方面来 说是子贼方面来 是基贼方面来 基贼是叫我们 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为人 怎么样讲道德 怎么讲消息 做什么样的人 做个有道德的人 做个去得了 具体自卫的人 做一个高尚的人 犹豫国家的人 做一个 有利社会 有利中国的 活格力 中国人 我今天讲在这里 希望大家 不要像我熟悉 谢谢 这个老人家呀 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了 但是他跟我们在一起 每天他在房间呢 有时间的时候 他就做笔记 这老人家自写的很好 他在读什么呢 人人都学地子规 就是中央党校 人登地 人老的那本书 他天天都做笔记 他跟我们讲 他说我们 他说我要第二次 重新做人 重新学传统话 我的生命 已经重新开始 我们祝福老人家 谢谢 这些东西啊 我们都给老人家保存好 包括他的这些带子 这些垃圾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请老人家上台的时候 穿上 因为这已经成了教学的工具了 都国外服务老详心 身体健康 再见 好 谢谢